乌克兰涉及俱乐部成员 最近把兴趣提升到作战演练 这个俱乐部在乌克兰有多个据点 社长说原本一个礼拜只会接到 武通想学射击的电话 但俄军压境后电话一口气暴增十倍 这里的学员各年临层都有 有工程师医生平面设计师都想保卫家园 幸好原本美国情报称的攻打D-Day 最后没有发生 乌克兰人也顺利在这天庆祝国家团结日 大批民众集结体育馆 拉出超长乌克兰国旗展现爱国情操 但同天乌克兰军演不停歇 总统泽伦斯基亲自多军之余 也向全国信心喊话 到底俄罗斯是不是只是按兵不动 曾与普京交手过的乌克兰前总统波洛申科 就以过来人身份做出这段警告 认为普京说的不想战争可能只是做做样子 西方国家还是应该加紧制裁 不过美国现在则担心 普京又会出奥波 像是散播顿巴斯爆发冲突 或是声称发现万人种和生产话物的谣言 当作入侵借口 事实上乌俄若开战 全球人员价格和物价都会受影响 包含美国 分析指出 假使原油价格进一步飙涨到 每桶110美元以上 美国通膨率可能将飙到10% 创下1981年来新高 不过目前乌克兰首都基辅 民众人老神在在 照常逛超市买东西 不怕战争 然而乌东顿内此刻分离主义控制的地区 还是充满变数 最近还有居民声称 开始申请俄罗斯护照 这之前俄罗斯国会要求普京承认 两个分离地区为独立国家 似乎还想重演2014年的招数 比乌克兰让出领土 TV片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